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每年都会举办纪念前市长田志轩相关活动 而今年适逢世事7周年纪念 基金会特别举办想你电台工艺绘画比赛 4号上午私立小天地幼儿园的小朋友 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想你电台 进行绘画着色的户外教学课程 幼儿园小朋友拿着蜡笔在画纸上开心的着色 这是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为了纪念前市长田志轩事事7周年所举办的工艺绘画比赛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创办人张美慧表示 这一次纪念活动结合了艺文与工艺元素 藉由绘画让大小朋友感受花莲艺文的多元性 他离开我们今年7年 那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想每一年都用不同的纪念的活动方式 来想念他大家一起来纪念他 所以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规划的工艺绘画比赛 就以仁爱街响你电台 还有旁边的水牛公园 我们办工艺绘画比赛 那今天是幼儿组小朋友 特别来到我们响你电台 先来画 那这个绘画比赛是在5月20号以前交建都可以 那幼儿组的小朋友就来响你电台来领取画纸 其他的国小国中组的参赛的学生就自己准备四开的这个纸张 画好之后也是可以交回来或者是邮寄回来 我们会在5月28号下午3点在想你电台来办理这个颁奖典礼 那国中组最高的奖金有2000元 这一次的工艺绘画比赛 想要参加的同学可以线上报名 或者5月20号之前将作品交到仁爱街的想你电台 5月28号会在水牛公园举办想你公益市集 进行公开颁奖 张美惠表示希望大家透过活动的参与 一起来想念田市长在服务公共事务上的热忱与精神 田市圈基金会赞赞 赞 小天地幼儿园棒不棒 赞 下次再来好不好 好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